一个全新的琴使用寿命通常是70到80年 钢琴与人一样都有一定的寿命 很多钢琴买家其实并不懂钢琴 他们有的只看漂亮的外表 连琴盖都不会打开 有的从外界听来吃言片语 就认为二手钢琴越老越好 其实钢琴也有它的青春期 钢琴使用最好的年头是7到8年 一到十几年后 钢琴的性能就一年不如一年了 这主要因为钢琴的铁板的张力问题 榔头的磨合及粘合的老化等问题 大多数二手琴因为被他人使用太多次 所以会沾上很多细菌 如果清洁不当 很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 一般二手的琴都是比较老旧的琴 这就会导致一些配件无法完全匹配 就会导致颜色出现一些偏差